大象咧 大象是大片 好爛 你看牠身上很髒 我們來幫牠洗 各位大家好歡迎來到豬豬的小朋友 我是Sky 我是Windy 她是Chinney 我們還有一個好朋友 Fung Chan 今天我們人在哪裡啊 我們在泰國的清邁 我們現在在的地方啊 叫做Chan Lion Orchid 它是一個大象的 Sanctuary 這些大象啊 之前是受到虐待 或是非法的患癢 那現在牠們就是都在這裡 我們今天呢 要來參加牠們的一日行程 那不想錯過精彩的影片 記得先訂閱我們頻道 也不要忘記開箱 才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店喔 來到這邊啊 就發現原汁好多大象 牠們的大象就是不會 特別說群養在一個地方 你看牠們就是這樣子 沒有交流 吃道具這樣都來出去 好快樂喔 現在牠在吃早餐 我們也要來吃早餐啦 大象掰掰 他們這邊啊也有住宿 但是他們這邊住宿 超級熱門 我完全訂不到 如果是住在這裡啊 也可以預約他們的 為大象吃早餐 但是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餐盒不是他們的 這是我們從上一家飯店拿過來的 因為我們今天行程比較趕 所以我們就直接外帶餐盒過來吃 我們現在要出發囉 這一次呢我們參加的是 半日遊 我們會跟著大象一起 去幫大象洗澡 跟大象一起游泳喔 耶 今天就是學習如何跟大象相處 然後一起照顧牠們的一天 GoGo 在國外旅行的時候啊 為了避免喝到不乾淨的水源啊 我們常常會需要買瓶裝水 但是在台灣啊 非常方便 只要有一台好的浸水器啊 就可以喝到更安全衛生的水喔 所以呢 今天也要特別感謝我們的小竹谷滿 3MX 強小型廚下身影進水系統 我還記得我們家以前啊 都是要煮水的 尤其是我 喝水喝超級多 所以我們家隨時都準備了三個大水爐 就是為了要不斷的煮水放涼 煮水放涼 那這一次呢 很開心可以收到3M的邀請 我就問了我媽說想不想要試用看看 結果我媽直接描迴我說 贊成 還補了一句3M的品質好 那我們家換了3M的浸水器之後啊 我爸媽這段時間使用下來都覺得非常的滿意 這一款浸水器 它最棒的就是它是聲音的 就是可以直接喝喔 而且它還拿到了NSF401的認證 NSF啊就是美國國家衛生基金會 在國際上呢是很有公信力的組織 那市面上呢 很少有浸水器是有真正拿到NSF認證的 3M Max的浸水器 它就獲得了NSF 42 53 和401號的認證 它可以有效濾除 99%的重金屬 和新興污染物 包括環境荷爾蒙 像是人積分 雙分A 所以殺蟲劑也就是DT和除草劑等等的 那你知道這些物質啊 大多都是內分泌系統的干擾物質 所以長期使用下來的就會造成我們人體的免疫系統 神經系統啊或是內分泌系統的傷害 現在呢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我們直接水龍頭打開就可以喝水不用再煮水了 我們這一次啊幫爸媽安裝的是除下型的 體積小小的 而且它是只有單管的濾心 對像我們家以前啊裝的是有三大管的 那現在呢我們把空間清出來 讓這個櫥櫃也有更多的空間可以利用 那你不要看它體積這樣小小的 它其實是可以處理到 對於一般家庭來說啊 使用一年也非常足夠了 這一台淨水機換算起來啊 一公升的水只要0.5塊錢 如果啊真的要換濾心的話也非常的方便 它是使用SQC衛生快速濾心更換系統 不用擦點也不會排廢水 自己在家都可以更換 而且這一次很好笑 他們3M來安裝的時候啊 我爸還有跟祭司聊天 就問他說 欸是不是他要學習裝很多各種款式的淨水器啊 結果呢祭司跟他說 沒有最近大家幾乎都是裝這一款 那爸爸媽媽這段時間使用下來啊 他們也覺得很滿意 不只可以更方便 不用再繼續煮水之外呢 也可以喝到更健康更衛生的水喔 所以我覺得可以讓家人都喝到安全健康 然後又不用花很多時間煮水 真的是超級棒 那我們會把這一款的連結呢 放在下面的說明啦 如果有興趣的隊友們 都可以點擊資訊來去看看喔 大象 這一頭大象好聰明喔 直接從這邊過來拿 哇 千尼整個人臉又來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很像千尼出生的毛 大象的皮好硬喔 超粗的 掰掰 掰掰 影片 OK 那你一拍照 OK 謝謝 他是整個吸住 而且他是吸我的下巴 啊 謝謝你 掰掰 其實大象走得很快耶 不要看大象這樣子 好像 慢調思理的 因為他一步是我們的 大概十步 缺你的款十步 我們現在要走進叢林囉 我們現在跟大象一起去散步 大象散步 大家在選擇跟大象的活動的時候啊 一定不要選擇有騎大象的啦 你看他下去的時候 這樣會扭扭屁股耶 好可愛喔 大象在 大象在大片 哈哈 大象在大片 喔喔喔喔喔好爛喔 喔喔 喔因為他之前 持續摩擦啦 是不是 所以這邊 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耳朵也是一樣啊 就是有一點被人家剪掉 這隻是他們五個月之前才救過來的 然後這隻他來比較久了 他這隻是五年前就來了 他的狀況啊其實就好很多 就沒有看得出這些 之前被拴住的痕跡 我沒有想到到現在還會有新的被救援的大象進來 因為我一直以為現在泰國保護大象的意識一定比較強烈 可能還是偶爾會有啦 不能說完全沒有 在這邊他們都是收容這些 之前曾經被非法或是虐待的大象 這裡的大象被救援之前啊 大部分都是用來在行李或者是在人的 如果大象被人的話 他們的背部是會造成傷害的 所以現在呢都已經比較不鼓勵說是騎大象 之前可能也有些地方會虐待 他會用那個腳鋼給他拴住 我們就可以看到他之前受傷的痕跡 那這邊的大象也都完全沒有被狀態傳去 就是讓他們自己自由地走這樣 哇喔 這是水槍嗎? 水槍 哇 我們的那個導遊直接在這邊用竹子做水槍 超強 你看大象會這樣子 就是往自己身上撒這些沙子 他這個功用啊就是天然的防曬乳 讓他們皮膚比較不容易受到紫外線的攻擊 但你看其實大象啊他的紫外線照射還是很多啦 所以皮膚非常的粗糙 他要出發去玩水囉 Koko Swinging 這一隻已經在泡水了感覺超舒服的 你看 哈哈 哇 哇 哇 大象下水了 我要到大象洗澡 你看他身上很髒 我們來幫他洗 我們幫大象洗澡耶 哇 這隻大象感覺玩得超開心的 對 Chennie Chennie你覺得好玩嗎 我覺得Chennie一開始啊 對於大象還真的是有點陌生 有點害怕 但是到後來相處久了 就真的開始幫大象洗澡 然後可以趕摸大象 因為他一開始是很盤子 然後最後啊 大象在那邊 對 後來起來的時候Chennie也好好開始 真的喔 對啊 所以有跟大象相處還是有差 希望Chennie現在會越來越喜歡大象 他其實本來就很喜歡大象 大象是他認識的第一個動物 但是來這邊的時候 剛開始接觸到大象那麼近 然後又一直要試東西 他感覺有一點怕怕的 真的可以感受到大象在這邊 是非常快樂的 他們在這個洗水裡面啊 真的玩得不予樂乎 而且剛才那個大象還有噴水 就是用他鼻子這樣噴起來 好快樂 大象洗完澡囉 掰掰大象 小狗狗 小狗狗 午餐時間 嗨嗨嗨 午餐是 盤太 弄的也是蠻精緻的 他有雞肉 然後就是盤太 辣椒糖跟花生 而且他這邊的那個餐具很特別喔 是竹子的 快來吃吧 吃吧 用著吃 特別好吃 呵呵呵呵 好吃 等一下我們下午還有行程喔 我們要去 Bamboo Rafting 滑竹筏 好啦我們已經到了 就是要在這邊 滑竹筏 你看 都在這邊 他們製作廚法的地方 準備了吧媽媽已經全副武裝了 來囉 出發衝刺 我們先把出發 媽媽 媽媽 媽媽媽媽媽媽下去了 媽媽下去了 喔 OK OK 出發囉 嗨 嗨 覺得怎麼樣啊 蠻有趣的目前 我跟你說 他跟獨木舟完全不一樣 因為他屁股是會濕的 Channy屁股你有涼涼的嗎 Channy沒有 因為他有人肉做墊 哈哈哈 我們有船夫 這樣子滑比較快 不然我們自己滑 不知道滑到什麼時候 這裡也是一個竹筏中心 你看這裡好多竹筏喔 嗨Channy Channy 好玩嗎 Channy Channy我跟你說 現在還沒有到最刺激的 等一下真的就是 急流泛舟 衝衝 GO 歡喜的來了嗎 嗚呼呼呼 嗚呼呼 要滑下去了嗎 喔喔喔 嗚嗚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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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好玩對不對 嘿嘿 耶 急流泛舟 嗚呼 City你在幹嘛 好玩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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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 嘿 走走走 我們來到原味喔 妳怎麼會覺得我們 順流而下回到原味 這位媽咪 你的 開城市環狀縣 環狀縣是不是 好啦 我們已經回來啦 今天的行程好充實喔 妳覺得怎麼樣啊 很好啦 很有趣的體驗 我們今天其實是參加他們的營脉遊行程 但是我們有點客製化啦 他們本來還有一個瀑布的 因為 他們本來還有一個瀑布行程 那我們想說 我們帶著雪泥也比較不方便 然後一整天也蠻累的 所以我們就跟他們說 那我們就不用去徒步了這樣子 我覺得這邊最棒的就是 它跟大象之間的互動 都會讓你感覺到很舒服 然後也可以透過一整天 學習到很多大象相關的一些知識 我覺得非常值得來體驗看看 有些人會有疑問 說為什麼大象不會回去野生的地方 這邊的工作人員是跟我們說 現在泰國已經禁止在捕獵野生的大象了 所以這裡的大象啊 都是他們從其他地方被虐待 或者是被用來載人載貨物的大象救援過來的 那但是呢 這些大象他們已經被人類缺氧太久 他們沒有辦法再回去適應野生的環境了 那在這裡呢 也讓他們有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然後不會再用鑿鏈靠著他們啊 也不會再強迫他們要背中路等等的 忘記跟大家說他們這邊啊 其實也可以住宿喔 我覺得這邊的小木屋也都非常有特色 而且我看到照片超級漂亮 如果大家有訂到的話 我覺得非常值得來住個一兩晚 我們正好下次再來體驗囉 好嗎? 好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也不要忘記開箱 那才不錯我們的影片喔 我們把相關資訊放在底下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自己來看看囉 那我們就下期見啦 掰掰